他因谋逆被株连九族 案件持续十余年 三万多人守得牵连而死 他就是明初明臣 胡维庸 身为史上最后一个丞相的他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死究竟冤不冤呢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段 明初往事 胡维庸 出生年月不祥 与公元1355年投本朱元璋 算是比较早的一批从龙之神 不过呢 这一时期史书上 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 前期内 朱元璋也没有让他身居要职 给他安排的工作 更像是对他的考察和磨练 朱元璋登基为帝后 沿袭了宋元的制度 设立中书省左右丞相 任命徐达为右丞相 李善长为左丞相 而胡维庸 则被任命为太常死卿 主管宗庙礼仪和祭祀 属于正三品 到了洪武三年 此时的李善长 已经66岁了 前半生的辛劳 让如今的他 在面对很多政务时 都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便向朱元璋建议 增加一些年轻的官员 在李善长的推荐下 胡维庸被调到中书省 担任参职政事 不久后 李善长告老还乡 徐达又经常在外征战 朱元璋需要一位新的丞相 来主持大局 而他考虑到的人呢 有三个 分别是杨县 胡维庸 汪广阳 为此 朱元璋还特意去请教了刘伯温 但是刘伯温对这三人的评价都不高 特别是在提到胡维庸时 刘伯温说啊 他就像是一个兴高气傲的牛犊 如果让他来离地 说不定地没离好 离子还会被他搞坏 言外之意就是 如果让胡维庸当丞相的话 他不仅当不好 还很有可能会把大明搞得更糟糕 紧接着 杨县便因为太过激 而被朱元璋诛杀 原本三个人选中 便只剩下了汪广阳和胡维庸 朱元璋在经过反复思量后 终于决定让汪广阳来做又丞相 胡维庸呢 则担任左丞相 虽然当时中书省名义上还有一个徐达 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徐达常年征战在外 实际上只占了个名分 并不插手中书省事务 中书省实际上 由汪广阳和胡维庸把持 也就是说 当时党在胡维庸面前的 就只有汪广阳了 于是胡维庸开始谋划 怎样除掉汪广阳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明朝第四位丞相 相比胡维庸啊 这汪广阳在品行上绝对没问题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能力不足 而朱元璋对丞相的要求 也是比较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汪广阳的劣势 也逐渐显露出来 胡维庸眼看时机到了 就在很多事情上 都表现得异常积极 有时候 甚至会直接越过汪广阳 去向朱元璋 汇报自己对治国的看法 这更让朱元璋觉得 汪广阳配不上他的位置 于是便在红武六年 将他贬到了广东 担任刑赏参政 此后胡维庸便以左丞相的身份 主持中书省 半年后 他正式转政 成为了右丞相 成为中书省第一人 成为右丞相以后 这胡维庸又会做出什么事呢 事实上 胡维庸虽然是一位奸臣 但他绝对不是雍臣 也就是说 他拥有足够的能力 再加上一开始 他也非常努力 不仅办事小心谨慎 而且处处顺着朱元璋的意思 从不忤逆朱元璋 因此他逐渐成为了朱元璋的宠臣 不过 随着胡维庸宰相生涯的延长 他也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目前的地位 于是他开始在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 比如 朝中发生一些生杀废贬的事情时 他有时候呢 会不报给朱元璋 而是选择自作主张 又或者六不成给中书省的奏折 他看到有说自己和同党坏话的 就会私自扣下 不成给朱元璋 如此一来 很多想投机取巧来获得功名利禄的官员 纷纷投到了胡维庸门下 特别是一些被贬到外地 又想回到京城的官员 他们开始把各种金银财宝 陆续地送到丞相府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回到京城 而这些投机分子中啊 也包括了忠诚图结 胡维庸也趁此机会大肆培养党羽 对他有用或者讨好他的 他就想办法提拔那些看不惯他的 或者曾经得罪过他的 便被他以各种理由 骗到其他地方 胡维庸坐成相期间 受他迫害之人多达三十余人 当时朝中并非没有人发现他的所作所为 但胡维庸身为中书成相 又深受朱元昌宠爱 已经到达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根本没有人去敢招惹他 不过啊 朝中也有两个人不怕胡维庸 他们分别是刘伯温和徐达 这两人在朝中的威信不言而喻 对于胡维庸的所作所为 他们也是心知肚明 于是二人经常向朱元昌 弹劾胡维庸的恶行 这让胡维庸十分不爽 也在心里埋下了报复的种子 红武八年 刘伯温突然生病 胡维庸带着太医前去给刘伯温看病 而刘伯温在喝过太医给的药之后 腹部硬的就像石头一样 没过多久就死了 时至今日 刘伯温之死仍旧是一个谜团 但结合他与胡维庸之间的过节 以及胡维庸带太医前去给他看病的情况来看 刘伯温呢 是被胡维庸害死的可能性极大 刘伯温死后 胡维庸便将目光放在了徐达身上 他意图收买徐达身边的守门人 胡维庸让对方刺杀徐达 结果 胡维庸不愿意 并且还向徐达告发了此事 徐达这才得以躲过一劫难 谋害徐达不成 这胡维庸又会作何反应呢 其实对于胡维庸而言 杀徐达从来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他真正的意图是夺取江山 而他也明白 如果单论朝堂谋权的话 他不会输给别人 但是如果要领兵造反 那没有武将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他开始拉拢武将 他首先拉拢的就是陆仲亨和废俱 这两人其实也都是明朝的开国功臣 但也都犯过错误 被朱元璋贬过 因此胡维庸便通过利诱 将二人归在了自己门下 之后便开始在外面招兵买马 不仅如此 胡维庸还大量圈养亡命之徒 来为自己效力 为了能够尽快收复朝中的那些凶贵 他还将自己的目光 放在了李善长身上 于是他找到李善长的弟弟李存毅 并让李存毅去说服李善长 对此李善长表示 自己已经老了 只想在家里等死 让他们好自为之 很明显 李善长并没有被胡维庸所诱 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知情不报 这也导致了若干年后 他被朱元璋灭门 原本胡维庸的谋反计划 一直进行得很顺利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切会因为一场车祸败露 红武二十年 胡维庸的儿子在闹市中乘马车急驰 慌乱中坠马而死 胡维庸得知此事后 竟直接将无辜的车夫处死了 原本他儿子就作恶多端 如今他有当众处死无辜车夫 引起了民愤 百姓们自发聚集在闹市门口 要求丞相给个说法 朱元璋得知此事以后 也是十分愤怒 要求他为车夫偿命 胡维庸眼见情况不对 立马通知御史大夫陈宁 忠诚图杰等心腹 告诉大家准备起事 结果 兵马还没聚集完成 图杰就因为变卖官家妇女被抓了 为了戴罪立功 他直接将胡维庸准备谋反的事情抖了出来 于是大名鼎鼎的胡维庸案 登上了历史舞台 此案持续了整整十年 合计被朱连者多达三万余人 后世提及此事时 总会说啊 朱元璋太过残忍 也有人认为 其中牵连了不少无辜之人 且有些是在事发多年后 才被牵连出来的 很有可能是朱元璋栽赃 这些呢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考证 但不论怎么说 胡维庸本人绝对是罪有应得 此有余辜